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不断用金元利用我邦交国与台湾断交,作为台湾19个邦交国之一的帛琉,了解台湾面临的困境。 帛琉总统雷蒙杰索,Tommy Ramon-JR,表示,帛琉不会屈服于中国的施压之下,抛弃台湾与中国建交。 雷蒙杰索17日在日本接受日经亚洲评论专访时表示,他不反对与中国打交道,承认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,如果可能的话,希望能在外交上同时承认中国和台湾但是在共同的理想、价值和自由等原则下,雷蒙杰索认为台湾与帛琉较有共识。 雷蒙杰索说,帛琉绝不会与台湾断交,以获得与中国建交的机会。 报道提到,中国已经开始加大对帛琉的施压,禁止中国旅行团到帛琉观光,以打击帛琉的主要产业之一。 雷蒙杰索说,帛琉必须以多样化旅游资源,吸引更多国家的游客,不依赖特定某个特定国家的游客。